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吳宗成 我之前有談過這個漢服 現在中國很流行漢服 另外就是說,漢服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手邊你可以看到最接近的就是什麼 就是佛教的海清 現在我們再來介紹另外一種服裝 我現在是上身這個是台邊道 現在台邊道的那個道服 我沒有換,我就是用這個來說明 說明一個日本的漢道的衣服 它是一個裙子,一個裙裝的 這個裙裝是怎麼樣穿著 可能如果你不會的話,你就不知道 它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現在穿給各位看 其實上這個裙子,它是一個裙褲 它是兩個大褲管,非常大的褲管 它不是裙子 但是它這個漢道基本上比賽 在那個練習的時候都要穿這個 為什麼要穿這個呢 它有什麼作用 等一下我們再講 實際上它是有儀式性的 我現在穿上 我現在是這個雜配 也就是上面穿的是台邊道制服 它是這樣子的 它的背後是這樣子 它有積很多的袋子 所以你就可能從這件衣服 現在日本人還在穿這個 像神道教啊什麼 還有什麼傳統儀式 但是它仍然是穿這個 它裡面有很多的袋子 因為它不用扭扣 不用硬的東西 所以它必須要用 用袋子跟布袋來擠 首先我們來看 背面這一塊是這樣子 前面已經把它記起來 記在這個腹部 下面才是把前面這一個 前面這個交疊 交疊到後面之後 再拉回前面 拉回前面仍然交疊之後 再拉到背後 在背後 直接在捷打的背後 打在前面的話 它跳在就是多餘的不 那個袋長太長 所以通常我們是把它 把它繫在背後 就是在蝴蝶結打的背後 所以你穿這個 穿這個 穿這個 這個所謂的 件裙 是一個蠻這個蠻繁複的 而且是自己 自己就可以 就可以打理 不需要人家幫你整理 好 現在穿好了 各位可以看 這個如果張開來 是這樣子的 它是一個褲子 裙褲 很多皺褶 可以看側面 側面是這樣 這個手可以插進去 側面是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這個 如果現在我拿著劍的話 就是這樣 關於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另外有影片 我放在下面 各位有興趣可以看 只是我現在穿了這個之後 我曾經問過我的老師 王才喜先生 他是劍道教練 很有名的劍道教練 我說為什麼要穿這個 他沒講儀式性 他講說 這個裙子這麼大之後 人家不知道 你的腿在裡面 是在哪個位置 因為你只有腳 腳底下露出來 甚至有些人 腳都沒露出來 全部被這個裙子遮蓋 遮蔽 所以這個裙子 他除了這個 為什麼要做這麼大 為什麼不直接穿褲子 這個是很多人會講說這樣 但是你現在要練劍道的話 一定要 一定要這個傳統的服裝 傳統的服裝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儀式性 它是有儀式性的作用 並沒有什麼 現在是這樣子 那我剛剛這個袋子 我沒記在前面 如果記得前面 就會有兩個很長的袋子 我把它記在後面 是因為如果要對練的時候 要穿護具 這些袋子全部都在前面的話 這個護具穿起來會覺得很奇怪 盡量把前面保持清爽 這是我們的習慣是這樣 那實際上 要記在前面的話也可以 但是問題是 你記在前面之後 那袋子留的長度太長 來看一下 實際上這袋子的記法 跟這個 跟我們一般的袋子是完全一樣的 沒有什麼特殊 只是為什麼它要做成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要尊重傳統的一個典型 袋子留在前面就是這樣 現在在日本很多的政治場合的時候 男人仍然是穿這個 女人也是穿這個 各位可以看某一些神道教裡面 他們穿的紅色的 就是這樣 很多人不了解 後面這個東西 是為什麼這個形狀 而且有一個硬的板子在裡面 實際上 它是 這些每一個元素 都有它的歷史源源 那我們就不在這邊細談 只是說 如果各位有興趣研究這個服飾 你不妨 不妨 來試穿看看 買一套試穿看看 當然最好是能夠學習劍道 這些東西都是有一種儀式性 儀式性 服裝就是一種儀式性 在某種場合 你就要練 如果說我現在穿著這個跆拳道衣服 跑到空手道道場去練 練空手道 空手道的人就會有意見 或者我穿這個 我要練 練合技道 練柔道也不適合 每一種武術 它都有它自己的一個儀式性的一種服裝 柔道服 它要能夠耐拉 能夠耐扯 空手道服不需要 所以他們的布料什麼都不一樣 剪裁也不一樣 繁殖這種東西的剪裁實際上 它是一大片的肩膀 就是接縫 像這個是有接縫 柔道服這裡是沒有接縫的 如果有接縫的話 你一扯這邊可能會脫線 等等等的設計 都是細部 我們不在這邊講 只是說 如果各位對這個服裝是有興趣的話 你不妨深刻研究一下 以上無中神跟各位分享 謝謝